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0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举11日出发前往以色列 并将会见以色列高层领导人 路透社称 在哈马斯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突袭 造成超过1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后 布林肯的行程将是一次彰显美国和以色列团结的放分 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将传递出团结和支持的信息 当然 他希望听取以色列领导人的意见 直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局面 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他们 米勒称 布林肯预计将在12日抵达以色列 美国国务院表示 布林肯随后还将前往约旦 会见约旦高级官员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 在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后 布林肯与多名中东国家领导人通电 努力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向伊朗、迪巴嫩 真主党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发出明确的信息 不要卷入这场冲突 《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 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官员已经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几项具体要求 包括补充铁穹拦截器 小直径炸弹、机枪弹药以及加强情报共享合作 时事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有20名美国人在巴以新一轮冲突中失踪 而且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劫持为人质 美国总统拜登说 死者中有14名美国人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1月10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在地中海东部部署两艘航空母舰 报的称 随着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战斗加剧 此举将标志着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重大升级 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透露 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贝尔号及其护航军舰搭载的战斗机 已定于本州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出发 可能会被部署到以色列海岸附近的水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布莱恩 迈克加里中校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 艾森豪贝尔号航母打击群早就计划在欧洲附近部署和行动 一名国防部官员说 艾森豪贝尔号定于周五离开诺福克 如果得到命令 可能在十月底就到达地中海东部 即使艾森豪贝尔号航母打击群将加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的队伍 在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组织突然袭击后 美国国防部八日命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以色列附近海域 以展示武力 迈克加里说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 将继续审查这两艘航母的部署计划 政治新闻网称 在同一地区可能部署两只航母打击群的罕见举动 将向哈马斯发出一个重要信息 表明美国军方正在支持以色列 在于伊朗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五条大楼曾在2020年3月向中东部署了两只航母打击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